今天是我们小镇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 这个节呢从2018年开始每年都有一次 但是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开 除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可以代表其他国家 或者其他民族的元素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些俱乐部也来参加 展示文化的多样性 所以这也是一点很吸引人的地方 我们这个小镇呢亚裔的人不多 那亚裔中呢印度和苗族人占的主体 中国人很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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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在这里非常幸福地生活着 因为还有疫情 所以今年人还是很少的